天哪天哪 这个国王疯了 居然要把太阳揍上月亮 可太阳一靠82年的仙气 就把他吹出了十万八千里 老国王不服 又派出了五十枚十吨重的大炮 对准太阳 势必要把他打下来 要不然地球就要被烤干了 可你绝对想不到 老国王一声令下 这大炮里放出来的 居然不是炮弹 而是变魂钩 大钩子一把就勾住了太阳的牙齿 想要把他拽下来收拾他 可一个钩子怎么能够 于是国王又发射了无数的钩子 眼看就要把太阳拽下来了 万万没想到 太阳怒了 一声怒吼 居然毁灭了所有大炮 本以为国王就这么嘎了 可这场好戏才刚刚开始 你绝对想不到 其实太阳也是个打工人 每天清晨 国王就会严格的罢工时间 把太阳放出来 等到傍晚又会叫太阳下班 换成月亮 来维持白天和黑夜之间的秩序 但这个太阳却偏偏不想下班 谈恋世界的美好 于是国王怒了 他的职责就是必须把太阳拉下来 于是他试了很多办法 太阳就是拒绝听话 被以为这么下去 世界就完蛋了 可万万没想到 国王居然放出了大招 一枚2000吨的大炮里 居然打出了一辆火车 国王要亲自上去 把太阳揍成月亮 太阳一看不妙 于是放出了三位真火 小火车根本耐不住太阳炙热的温度 开始变得破烂不堪 但还是拼命的冲向太阳 就在太阳要放出终极大招时 小火车一把撞到了太阳的脸上 好家伙 直接就把太阳走成了月亮 国王终于尽中之手 完成了他的使命 沉睡千年的机器人 突然被唤醒 却和一只鸟叫起了劲 拼命的向周围发起了进攻 并且目露凶慌的 向着城市进发 就在十年前 这里发生了一场战争 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 无尽的破坏地球 一时生灵浮炭 自己也在那时意外陷入了沉睡 几千年后 一只神仙小鸟 却把他当成了家 小鸟无聊时 就会敲击机器人 并且为他唱歌 突然 机器人被唤醒 他重新启动程序 检查了一下身体 但他的刺杀命令 也同时被激活 机器人还来不及和小鸟道别 就急匆匆地 向着目标走去 一千年后的世界 鸟语花香 就连雨水都无比甘甜 他只是轻轻用力地一点水 一条肥瘦的鱼 就跳了出来 就连毛毛虫 都会和他打招呼 原来没有战争的世界 是这么美丽 渐渐的 机器人忘记了他的使命 用一根根小树枝 来帮助小鸟搭建巢穴 小黄鸟也似乎 更离不开机器人 突然 一阵急促的啄木鸟声 把他惊醒 还以为是敌人的机器人 失控地拿出武器 向四面八方扫射 没一会儿 地面又一片狼藉 那只小黄鸟也不见了 只留下被他破坏的鸟巢 机器人十分伤心 唯一带给他温暖的小鸟 不在了 他又一次向着目标走去 突然 这被什么东西绊倒 原来是他的战友 看着曾经和自己一起 同生共死的队友被杀害 机器人的眼睛里 露出了凶光 他要报仇 于是他举起武器 大步向前 突然那只小黄鸟 又落到了他的身上 他叼着树枝 再次邀请机器人 共同维护和平 小黄鸟想要治愈机器人 更想要阻止他前进 机器人最后在犹豫中 选择把树枝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他决定彻底抛弃任务 开心的和小黄鸟返回了森林 他要用一生来阻止战争 和保护美丽的地球 小粉第一天上班 就遭到了男同事们的嘲笑 因是女孩子 同事们并不觉得 他能胜任这份工作 因此小粉没事 就会遭到同事的排挤 甚至把他当作是透明人 在这里 连门都可以欺负他 小粉难过极了 他想离开这里 当看到自己拼命努力 得来的机会 又看看黑板上的成就 即便是离开 他也要爬到第一再走 于是他想到了个好办法 先是把一堆毛信屯 临到了卫生间 然后拿出支针 拼命的编制 原来他想先融入 男同事的圈子 就必须把自己 变成个女汉子 不仅要在士气上 打倒他们 还要在能力上 超越他们 就这样通过小粉 一次次的努力 男同事不再认为 小粉是娇弱的女孩子 而是他们的战友 小粉也不仅得到了全公司的认可 还成了宠儿 但小粉却一点不高兴 因为他不喜欢看球 还要表现出高兴的样子 他更喜欢以前刷剧 织毛线团 他不喜欢喝酒 却还要装作酒量惊人 每天还讲一些 自己根本不关心的段子 强装自己是个汉子 直到这天 公司来了一个小黄 开心的样子 像极了过去的自己 小粉这才意识到 为了成功 他失去了太多 于是他决定 做回自己 从此在小粉的努力下 男同事们终于接受了 女同事的存在 和肯定了他们的能力 所以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迎合别人 你只需要努力 因为只有能力 才是你最好的证明 小男孩捡到一个 诡异的瓶子 他使劲用力一扭 里面竟传出了 可怕的笑声 男孩被吓坏了 直接丢掉了瓶子 摔倒在地上 我的天呀 瓶子里竟然 窜出了一道黑烟 最后又出现了 一只巨大的怪物 那怪物身高 足有十层楼那么高 更可怕的是 被放出来的怪物 直接就要用大脚 踩死小男孩 小男孩拼命的逃跑 还是被大脚抓住 就在怪物 马上要踩死他时 突然他集中生智 羞辱起了怪物 因为他不相信 他要钻进瓶子里的本事 这可激怒了怪物 为了证明给男孩看 他搜的一下 又钻进了瓶子里 小男孩看准时机 迅速盖上了瓶盖 后知后觉的怪物 这才意识到 自己上了当 他拼命的祈求 小男孩放了自己 并承诺 帮他实现三个愿望 来报答他 小男孩这才把怪物 放了出来 达成契约的怪物 不得不俯首称臣 却恨透了小男孩 从此他不仅设计 让小男孩闯入 食人兽的巢穴 还在他的蛊惑下 做出了后悔一生的事 小男孩名叫大壮 是巴格达 最让人头疼的窃贼 所有人都想抓他去领赏 而他却道义有道 只为了劫富济贫 这天他被士兵抓进了监狱 并要在明天斩首示众 可小男孩一点不害怕 还狂笑了起来 突然 一个很特别的男人 引起了他的注意 小男孩走近一看 那居然是巴格达 最尊贵的亚瑟王 原来巴格达 一直被邪恶的法师 德鲁伊控制 就在几天前 仁爱的亚瑟王 救下了要被德鲁伊 处死的子民 这激怒了他 于是便使出了邪恶的法术 将国王囚禁在这里 也要将他斩首示众 就在国王一筹莫展时 大壮却拿出了一把钥匙 原来是他刚刚 从士兵上偷来的 于是两人趁着夜黑 逃了出去 没想到还是被德鲁伊发现 派出了大部队 来追杀他们 无奈两个人只能决定 跑去邻国 领谋大事 两人还结败成了兄弟 他们一路来到了比丘国 可刚上岸 就听到了巨大的号角声 紧接着所有人 都开始疯狂逃窜 一群士兵猛呼了上来 见人就打 随后开始四处射杀 所有人都被吓得大门紧闭 两个人见大事不妙 迅速躲了起来 原来是美丽的公主 寻游回宫 因为她太美丽了 所以国王下令 只要看到公主真容的人 都必须被处死 因此可怜的公主 只能整日在孤独寂寞中过活 但落魄的雅瑟 却对公主一见钟情 还偷偷浅进皇宫 用最独特的方式 向公主表白 好奇的公主 瞬间对雅瑟产生了爱慕 于是两人约定 每天来这里约会 但好景不长 德鲁伊发现了美貌的公主 最漂亮的公主 于是她送给比丘国王 一件特殊的礼物 这也彻底改变了公主的命运 她是古希腊最美丽的公主 却也是最可怜的公主 因为她被恶魔看上了 恶魔献给国王一件特别的礼物 来换取公主 别看她只是个码头的玩偶 但她可不得了 只见士兵们将凌落的马身拼好 又将码头安装上 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 国王只是轻轻用力的 扭动了几下钥匙 那玩偶马居然活了 还带着国王飞上了天 玩偶马不仅奔跑的速度极快 还会躲避各种障碍 地下的子民无不欢呼雀跃 这让国王无比骄傲 但想要得到这匹马 就要把公主嫁给他 和神奇的马比 公主的幸福根本不值一提 便答应了法师 但一旁听到一切的公主 已经有了心上人 怎么甘心嫁给奇丑的法师 于是决定趁人不注意 偷偷跑出宫殿 而毫不知情的雅瑟 在赴约这天 却被当成了小偷 带到了国王的面前 德鲁一见状 生怕雅瑟说出一切 便污蔑他们是妖怪 还利用法术 将雅瑟的眼睛变瞎 把大壮变成了一条狗 丢弃在大街上 雅瑟不得不一边乞讨 一边寻找公主的下落 突然这天 一个黑衣女人找到了她 原来公主被施了法术 只有真爱之吻 才可以让她苏醒 公主苦苦思念着自己的王子 可一睁眼 却发现雅瑟的眼睛 已经变瞎 她痛心疾首 为了拯救心爱人的眼睛 在黑衣女人的哄骗下 公主又一次 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原来这一切都是法师的计划 公主被骗上了一艘船 为了保护公主而来的大壮 还被法师的卫兵抓住 丢进了大海 当公主发现时 已经来不及 德鲁一逼破公主 只要给她拥抱 并答应嫁给她 雅瑟的眼睛就可以复明 为了心爱的男人 公主不得不乖乖就范 而这一刻 雅瑟恢复了势力 大壮也变回了人形 随后雅瑟迫不及待的 驾起小船要去救公主 而公主也不甘受辱 跳上甲板 想要投合自尽 却被法师拦住 还意外发现了雅瑟的小船 她瞬间召唤出了狂风暴雨 若不经风的小船 直接被拍碎 两个人也从此下落不明 小男孩意外捡到了一个瓶子 里面竟然关着一个怪物 被放出来后 怪物竟然有十层楼那么高 还有一双巨大的香港脚 为了暴打小男孩 怪物答应帮小男孩实现三个愿望 小男孩的第一个愿望 不是财富 而是吃一份米其林香肠 因为他被困在这座岛上 没吃没喝七天了 怪物瞬间变出了烤锅 望着滋滋冒油的香肠 大壮赶紧大块朵鱼起来 饱餐后 他的第二个愿望 是希望能找到他的哥哥亚瑟 但怪物并没有千里眼 只有取到圣殿的宝石 才能得知哥哥的位置 但那里不仅有巨型蜘蛛 还有一个吃人的章鱼 为了能够找到哥哥 大壮决定以身犯险 另一边 心灰意冷的公主 决定做最后的挣扎 他要求德鲁伊答应自己 回去见眼父王 德鲁伊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他 而回到宫殿的公主 向国王哭诉了这一切 国王心生悔意 决定取消婚约 却被一旁的德鲁伊听到 于是邪恶的德鲁伊 更是投其所好 制作了诡异的玩偶 国王喜欢至极 于是便急忙拥抱了上去 可万万没想到 玩偶竟然伸出了恶魔之手 一招刺死了老国王 而此时大壮也到达了圣殿 但可怕的是 这里不仅有怪物 还有常年看守宝石的武士 大壮巧妙的躲开守护 爬上了蜘蛛王 却被蜘蛛发现 大壮被吓得差点掉了下去 下面的食人章鱼 早已经饥渴难耐 突然蜘蛛发起了进攻 大壮用力刺向蜘蛛 几番缠斗 蜘蛛没有占到一点便宜 反而被大壮砍断了一只腿 蜘蛛被彻底激怒 大壮趁机拉上猪线 赶忙逃跑 但蜘蛛却穷追不舍 大壮突然一个回头 砍断了蜘蛛的猪线 蜘蛛瞬间掉进了章鱼池里 成了他的晚餐 大壮也爬上了雕像 成功拿到了宝石 并通过宝石 找到了被困在 另一个小岛上的哥哥 两兄弟还来不及喜悦 亚瑟却发现 自己的未婚妻 遇到了更大的危险 一朵蓝色的花吸引了他 只要闻一下 就会失去曾经的记忆 并且爱上第一眼看见的人 亚瑟顿时火上没烧 他必须要去救公主 于是请求大壮 把他送到德鲁伊面前 大壮不同意 但不怀好意的怪物 匆匆就帮大壮 完成了第三个心愿 将亚瑟送到了王宫 随后逃之夭夭 闯进宫殿的亚瑟一声怒吼 顿时惊醒了公主 亚瑟奋起反抗 想要带走公主 但还是被一群士兵抓住 两个人被邪恶的德鲁伊 关键的大牢 并要在明天斩首示众 大壮看到了这一切 自己却无能为力 于是愤怒的将宝石摔碎 突然一阵地动山摇 大壮来到了另一个神殿 围坐在一起的几个白发老头 都是被德鲁伊困起来的神 大壮摔碎宝石 竟意外释放了他们 神为了报答大壮 送给大壮百发百中的弓箭 和一个飞毯 于是大壮带着武器来到了宫殿前 此时德鲁伊正要处决亚瑟 千军一发之际 大壮射死了刽子手 而德鲁伊看到大壮手上的武器 感觉大事不妙 于是想带着公主逃跑 被亚瑟拦下 此时德鲁伊早已飞上了天空 但大壮还是射出了致命一箭 德鲁伊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亚瑟也重新登上了王位 用爱来治理他的国家 还封大壮为宰相 但大壮却踏上了飞毯 去寻求更广阔的自由了